去年的南亞海嘯 將泰國布吉沿岸的旅遊設施 移為平地 不夠三個月 在泰國政府重振旅遊的推動下 轉眼間廢墟又回復遊客天堂 布吉島位於泰國南部的安達曼海岸 由布吉伸延各個水清沙幽的小島 原本是海執福塞人的最居地 幾百年來他們穿梭旅居在各個小島之間 過著自給自足的捕魚生活 海上吉伯賽人旅居的小島 相繼開發成為旅遊點 遊客陸續登陸 這叫做小島 和泰國西伯賽人 海灘最重要是小島遊水 脫衣服也穿泳衣 挺舒服 寶吉島這個地方是著重給遊客來度假 如果你問到跟這些團友介紹什麼 最適合他們的口味就是介紹玩的地方 如果你跟他說關於泰國歷史 或者寶本島的歷史來說 通常一般他都不是有太大的興趣聽 海上吉卜菜人當中 只有摩根族人仍然堅持海上旅居的傳統 為了避開旅遊和現代發展 他們唯有遷復到更加偏遠的海島住居